大家好,XASIA公司是一家保健公司,强调平衡养生,以达致整体的健康。 今天,公司应用电子经络辨证以来为大家测试身体五脏六腑的健康水平。 电子经络辨证以应用德国技术,再配合中医经络学说的基础理论而研制开发的。 用电子经络辨证以,可以将炒药或处方的能量组合,通过紧续导入各有的脏腑,以探测这一项能量的组合,对有关脏腑是否会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然后,将各种不同程度的正面反应加以数据化。 以作为医师临床参考的数据,采用这一项数据化的规经原理,可以在患者没有服用药物之前,一先鉴定有关药物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大大减少了用药物的错误以提高治疗的效果。 电池辐射ENF是21世纪最伤害人的健康威胁。 手提电话所释放的电池辐射如何干扰细胞之间的沟通及影响我们的身心平衡。 电信塔,手提电话,手提电脑,微波炉等,都起伏成为了生活中不可切少的必需品。 研究显示,电池辐射会严重地伤害我们的健康,尤其是脑部。 长期之下,甚至会导致脑部肿瘤、扁头痛、失眠、男性精子减少等问题。 在2013年4月19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了一段报道,说明电池辐射已被列为潜在的人类致癌物质。 所以,EggAsia为此而研发了Protect全息贴,帮助平衡身体的细胞,尤其是脑细胞,处于核瘀频率,减少肤色伤害和患上脑癌的机会。 只要需要简单地把Protect全息贴,贴在手提电话的背面就可。 OK,现在我们以这台仪器测量我们的身体,能够达到50分左右呢,就代表是健康的水平,不要低过45,不要超过55的指数。 来,我们第一个开始就测量我们的淋巴系统。 49,代表健康的水平,那么现在呢,我们测量这一个Protect呢,还没有放这个Protect之前呢,我就把电话呢,打通。 这两部手机,这个电话呢,是完全是没有用这个Protect来保护。 那,接电话。 跟平时我们一样一样一样,听电话,看它的指数能不能够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42,就代表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OK,那么现在呢,我就把这一个Protect呢,这一个Protect呢,Aid Asia所出版的Protect,放在这一个电话,作为保护我们的身体。 倒回49的指数,就代表呢,通过这一个Protect,放在我们的电话,就会使到我们的身体呢,不受这一个电话的辐射,而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指数。 谢谢。 谢谢。